大量砖瓦土石从山坡高速往下滑动 扬起大量尘土 内蒙一座煤矿场 二十二号下午发生大面积坍塌 目击者表示事故当下 好几台怪手卡车就在山坡下作业 土石崩落速度快 面积大 很多人根本来不及逃 这起矿场坍塌事故官方第一时间通报 失联人数超过五十人 针对这起大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公安事故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 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救治伤员 煤矿坍塌事故后有大陆媒体爆料 这家煤矿场过去曾因为违规取水等违法行为 累计罚款超过七亿人民币 为什么屡次违规还能继续营业掀起议论 大陆从二零二一年发生缺煤限电的情况后 官方多次重申要保障煤炭供应 但最新数据显示 二零二三年境内煤炭量 还有一到一点五亿吨增量空间 TVBS新闻将致命令美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